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老师 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什么故事呢? 小猪胖胖 小猪胖胖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胖胖胖胖,快出来玩,快出来玩 我们玩捉迷藏 我在吃饭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于是啊,胖胖就飞快地吃完了饭 也没有洗嘴,洗手就跑了出去 等等我,等等我,我也要玩 可是啊,文字说了 嗯,我最喜欢脏乎乎的 嗯,尤其是小猪嘴巴的饭还有 我要吃,我要吃这些脏乎乎的东西 苍蝇呢 看看,小朋友看看这个苍蝇 苍蝇说,我也喜欢吃 我最喜欢吃脸上剩下的饭菜 还有谁啊,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哎呀,我不玩了,我不玩了 我不玩了,你们玩吧 这些,这些害虫,这些小虫子都爬到我身上来了 我要赶快回家洗澡了 洗,把脸洗干净 于是啊,小猪胖胖就回到了家 它把脸洗干净了,我们看看 哇,胖胖胖说,真舒服呀 还是讲卫生 最好了,没有虫子来找我 小朋友们,所以我们也要讲卫生 吃完饭,要洗手,洗嘴巴 看看嘴巴上有没有剩余的饭菜呢 不然,蚊子,苍蝇,还有小蚂蚁就来找你了 所以,我们要讲卫生啊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再见 再见